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个主日我们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 也因为这个节日 所以今天的三篇读经 都跟基督的圣体圣血有关 第一篇读经生命记的内容 正是为我们预示及预告了 基督圣体圣血的奥记 这篇读经为我们讲述玛纳 这是旧约梅瑟的时代 当以色列选民出离埃及的奴役来到了旷野 却找不到维持生命的食粮 天主赐给他们玛纳 玛纳不仅是天主所赏赐 为宝族度父的礼物 同时也是指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 因此透过玛纳 天主真正要向人揭示的真理是 人生活不但靠病 而且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来生活 在今天的福音里 耶稣则是宣告了一个比天主在旷野里 为以色列子民所行的更大的奇迹 一个更大的恩典 这恩典就是他要赐给人 为维持永恒生命所不可或缺的基督圣体胜血 耶稣如此向我们宣告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耶稣宣告 耶稣宣告这话的背景是因为有一批犹太人 看见了耶稣实行真饼真鱼 而让五千人吃饱的奇迹 于是他们弃而不舍地来到格法翁寻找耶稣 因为他们从耶稣身上找到了希望 他们想耶稣既然能够解决他们粮食的问题 解放他们的饥饿 当然他也可以成为他们的政治领袖 为他们的民族带来大解放 脱离罗马帝国的铁丸统治 群众的无知与误解 正好提供了耶稣一个绝佳的教育机会 耶稣以生命之量的言论 来告诉这些寻找他想立他为王的人 我们的生命真正需要关心的 是那不能朽坏的国度 希腊帝国会过去 罗马帝国也会成为过眼云烟 但天主的国度却将永远长存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生命之良 那是耶稣受难前所给予我们的最大 也是最慷慨的礼物 这礼物是透过耶稣在最后晚餐时 与我们顶礼 并在十字架上完成的那个爱的盟约 透过这个盟约而赐给了我们 而这个礼物就是基督的圣体圣血 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 每当我们在这爱的盟约中 领受基督圣体圣血的时候 我们更是能够体验到耶稣 他那在十字架上设计的爱情 而就如食物和饮料 如何地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结合 耶稣也要这样与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 他不为自己保留一丁点什么 连最后的一滴血也都任由我们吃喝下去 在耶稣的晚餐中 耶稣完美无限地将自己作为食物给了我们 他付出自己的身体和鲜血 也付出了最完美也最亲密的交流 是的 透过圣体圣血 耶稣邀请我们与他做了最完美 也最亲密的结合 然而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密切交流的关系 这关系绝对超乎我们跟任何人的人际关系 对于如此的关系 耶稣在生命质量的言论中 是这样形容的 谁吃我的肉 并喝我的血 便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他内 各位弟兄姐妹们 这关系真是让我们惊讶 并且全然超乎我们人的想象 和我们人的知识范围 因为从我们人单方面能够有的想法是 谁领受基督的圣体 当然就是接纳基督进入他的生命里面 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去想到 原来谁吃耶稣的肉 并喝他的血 也要住在耶稣的血 也因此 这言论的结果是让许多人听不懂 甚至也引起门徒们窃窃私议说 这话声音谁能听得下去呢 其实不是耶稣的话应 是人的心应 所以有听没有懂 然而 如果我们的心 任意向圣神开放 好好地去接受耶稣这句 像谜语一般 充满奥秘的话 谁吃我的肉 并喝我的血 便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他内 那么弟兄姐妹们 我们便能够透过这句话 而去经验到 在圣体圣事中 我们跟基督的双重关系 第一重关系是 当我们领受基督圣体圣血的时候 他就住在我们内 这就如保路 在加拉达人书当中所说的 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 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 透过圣体圣事 我们跟基督的第二重关系是 因着圣体圣事 我们也进入基督的圣体内 而使我们住在他内 成为他圣体的细胞 看啊 何其美妙 不是吗 圣体圣事真正实现了 只有在天国才有的 最完美 也最圆满的爱的结合 这种结合 超越了任何人际关系的结合 这种关系 真是让我们预长到天国的滋味 或许 我们可以用人 跟空气的关系来做类比 也就是 我们是在空气内 可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在呼吸当中 吸入空气 如此我们说 大气也在我们内 为避免 这种亲密结合的关系 只流于浪漫的想象 或是空口百花 于是耶稣又进一步加以阐释 而把这种关系 带入具体的生活行动里 他这样说 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 我因父而生活 照样 那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而生活 看啊 原来 我们与耶稣的亲密关系 就是参与他跟父的那个关系 是的 耶稣因父而生活 而因着领受圣体圣血 耶稣也挑战着我们 要为他而生活 是的 要为耶稣而生活 可真的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神父记得 在1995年1月2日 台北总教区 狄纲总主教 他把双手 附在我的头上 为我夫求圣神 求天主 把私夺的职位 授予我这个不配的仆人 并在我的心中 兴起圣德之神 使我能够终于执行 这项私夺植物 并以复合福音的生活 成为他人的典范 主教同时 为我穿上金色的祭屁 且把衣服 即将 承装着基督的圣体的圣盘 和即将 承装基督圣血的圣诀 交给我的时候 就这样 我在士林基督君王堂 领受了夺子 在那一刻 犹如走过修道的千山万水之后 在人世的成员逆地里 竟然得以窥见 天国的殊胜荣宠 我现在都还可以感受到 我在那一刻的烹烂心动 以及情感的澎湃汹涌 当第一种主教 把乘着面饼的圣盘 和注入酒的圣诀 替给我的时候 他这样对我说 请接受圣洁子民 即将献给天主的礼物 你要认清 你将从事的工作 你的生活 要与十字架的奥基相复合 弟兄姐妹啊 如果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十字架的奥基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 要去回应这项邀请 是何等的艰难啊 十字架的奥基究竟是什么 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自我牺牲 并与他在十字架所清流的宝血 跟我们定立了 那可以彻底更新 我们生命的蒙愿 耶稣 他为了完成这项蒙愿 他降生成人 为的是能够完全的 跟我们一起喜乐 一起受苦 一起死亡 他让我们在他内 找到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类同胞 我们的每样软弱 痛苦和试探 他都尝过 而因为他是天主 所以他没有追 也因此 他能够彻底的经验到 我们有追 以及破碎的人类景况 以致我们可以说 他认识我们 比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更多 他爱护我们 比我们对自己的爱护更深 从来就没有一个朋友 能够像他那样 彻底的与我们同在 是我们觉得 我们的忧苦被了解了 我们的痛苦 被他那无限的爱情 所抚慰了 因为他真的把自己 完全给了我们 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 甚至当他在十字架上呼喊着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的时候 我们才警觉地 直到他爱我们 爱到何等底部 因为他连与天父的那一份 与生俱来的联系 也舍弃掉了 而当我们领身体 升血的时候 我们更是能体验到 耶稣他那既完全 又彻底的舍己的爱情 看啊 这就是十字架的奥极 所有的师徒 在领受圣智圣事的同时 也都接受了基督的邀请 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却是靠着圣神的德能 去活出同基督一样的生命 而成为基督的爱 好使自己当得起 围绕主的餐桌 举行弥撒寄险 然而弟兄姐妹们 不只是思夺要接受 耶稣的这项邀请和挑战 去活出十字架爱的奥极 事实上 任何一位想要围绕主的餐桌 与耶稣同桌共识的教友们 也都被邀请去活出 这相同的十字架爱的奥极 因此 如果我们真正是在圣体圣事中 与主相结合的人 那么当我们领受基督圣体圣血的时候 我们便能够以那在我们内的基督 看见世上的基督 意思是 透过我们跟基督的结合 在我们内的基督 就会张开我们心灵的眼目 好让我们能够看见 生活在我们当中的基督 而特别是那些正在受苦的基督 的确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凭着信德 而能够在圣体圣事中 认出主耶稣来 我们 不就更应该 在信德中 与我们的近人身上 而特别是耶稣所关怀的 那些最小的弟兄姐妹们身上 认出他来 不是吗 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 对耶稣临在于生命之良的信仰 转化为爱与合一的行动 那我们就不敢大声向人说 我们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更不敢向人大声说 我们的团体是一个围绕主的餐桌 与主同桌共识的团体 对于这项道理 保禄最懂了 保禄最能够懂的其中三昧 所以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 格林多人前书当中 保禄就是这样提醒 格林多的教友说 我们所祝福的那祝福之碑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共结合于基督的身体吗 弟兄姐妹们 这真是一个深邃的奥秘 也是一个爱的奥秘 更是一个共荣合一的奥秘 这共荣 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 跟耶稣单独共荣而已 同时也是我们互相 互相彼此之间的合一啊 因此圣体生师 不仅是我们对天主的爱的全员 同时也是兄弟姐妹 有爱的全员 因此保禄那么肯定的说 因为病只是一个 我们虽多只是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病 是啊 每当我们举行感恩圣迹的时候 不就是耶稣他亲自在召唤我们 在剥饼当中 跟弟兄姐妹一起纪念他的圣事与复活 借着共享基督的圣体圣血 他确确实实就在我们当中 不是吗 当神父把同一个饼 跟同一杯酒 一一分尸给我们的时候 他这样说 基督圣体 基督圣血 此时 耶稣不只是活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 同时也把我们联合成为一个身体 一个不论年龄 肤色 种族 性别 情绪 贫富 地位 的 共融合一的身体 所以 感恩纪 突破一切人跟人之间的障碍 建立起一个基督的身体 并且 在这个世界中 这个身体要成为天主爱与共融的生动标记 是的 圣体 圣世的美 正是因为 他将基督 对我们的爱 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出来 难怪 大神学家圣多玛斯 要称这件圣世为爱的圣世 这爱的圣世 形成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顶峰跟泉源 弟兄姐妹们 就让我们领受这生命之粮吧 并借他来获得那爱的生命吧 使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很腻的时候 仍然可以继续感恩 在面对物质缺乏的时候 仍然可以持续分享 因为 因为 基督住在我们内 我们住在基督内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之后 郑嘉宾